河南省的一名老农 是国家的特等功臣 却一直隐瞒了几十年 90岁因病去世后 子女在收拾遗物的时候 发现了一张破纸 其功臣身份才被有关部门公开 那么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位老人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又隐藏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秘密 本期视频即将开始 新来的小伙伴不妨点个关注 既可以浏览往期视频 又不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这个老农民叫卢文焕 他出生于1921年 他自幼生活在位于地处中原的故土之上 是个地地道道的河南人 由于河南的优越地理位置 从古至今都是兵家的必争之地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战争年代 河南局势久久都不能稳定的原因 卢文焕恰好出生于民国乱世 当时军阀是分裂主义的 权力分裂无处不在 自然河南地区也避免不了受到影响 军阀割据 前有直挽之争 后有北伐战争 中原大战 河南在短短几十年间遭到战火的数次蹂躏 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年代中 卢文焕的父母相继去世 这时候的卢文焕才十岁 在老乡的帮助下慢慢长大 随着一天天的长大 战火也逐渐远离了河南 似乎一切看着都要好起来的时候 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遍了华北 直逼中原 那时候的卢文焕还是个孩子 年仅十六岁的卢文焕 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侵略者烧杀掠夺 却无可奈何 也见惯了国民党军 撕抓壮兵的蛮横无礼 无依无靠 又没有一技之长的卢文焕 只能去给地主打长弓 那时候 他吃不饱穿不暖 生活非常的艰苦 还经常被狠心的地主肆意打骂 被长期压榨的卢文焕 内心非常悲痛 一直盼着能够打倒这些地主恶霸 过上幸福安稳的日子 直到一支传奇的部队来到了他的家乡 他们从抗日的前线来到了这里 深入到日本侵略者所侵占的大后方 这支部队纪律严明 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这支部队作战勇猛 深入敌后 与敌握拳 这支部队还积极开展土地改革 将土地分给了贫苦的农民 而这支部队就是八路军1290 也是我们所熟知的刘邓大军 随着长期的相处 当地的老百姓对这支部队的好感越来越重 许多青年响应党的号召 纷纷报名参军 如文焕看到共产党为人民办实事 也毅然决然地加入到了这支光荣的部队 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 他在战场上屡创其功 是一名大名鼎鼎的勇猛战士 没用多久 就在部队里混出了名堂 而他所在的部队来头也不小 他的纵队负责人叫陈在道 是我国的开国上将 这支部队就是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 曾立下了不少的功勋 在敖战鲁西南时 国民党一个整编师 就是被这支部队一举歼灭了 并调动了七八个整编师前来支援 缓解了有军部队的作战压力 这支部队在淮海战役中 还歼灭了皇位兵团 而这位卢文焕老人 就是出自这样一支英雄部队 但真正让他传奇的 并不是发生在这些正面战场上 而是随后的剿匪战斗中 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 以及渡江战役的开展 解放军百万大军挥师南进 跨过长江天茜 横扫江南 至此 长江以北再无战事 我国慢慢恢复了和平稳定 中原地区也迎来了和平的曙光 但还是有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那就是猖獗的匪患 清朝灭亡以来 由于战争频繁 耕地被毁 劳动力被抓钉 农民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 所谓富贵险中求 呃 向胆边生 这些走投无路的农民 一部分人就发动了抗战救国运动 有一部分则成为了土匪 那可叫一个猖獗 于是中国各地都开始有 大大小小的土匪纷纷出现 欺善怕恶 烧杀抢掠 这帮土匪可谓是无恶不作 这些人通过各种渠道 买也好 抢也好 搞到了几条枪就占了一个山头 自立为山代王 无论是清政府还是之后的民国政府 都曾对这些土匪进行过大规模的围剿 由于土匪们力量实在太大 并占据着有力位置 一手难攻 再加上就军队的落后习气 官匪勾结 对老百姓进行武装镇压 因此 几十年都没有将其彻底消灭 甚至许多土匪还越做越大 吞并了其他山头 虎俊一方 甚至有的被官府所招安 成为了官军 比如后来主政东北的军阀头子张作霖 他原本就是一名土匪 由此 我们也可以看出近代中国 盗匪的猖獗程度有多可怕 卢文焕所在的部队 并没有随大军南下渡江 而是留守在北方负责卫数和剿匪 在卢文焕的家乡河南保陵 有一个最大的土匪头目 叫李子葵 这个李子葵并不简单 在他18岁的时候就成为了土匪 他并不是为了生存被迫成了土匪 只是觉得当一个土匪来前更快更方便 因此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他祸害当地没有武装 无法反抗的老百姓 抗日战争期间 由于土匪的立场摇摆不定 加上当时的抗日队伍继续增兵 许多土匪就被各方争取 于是 一部分土匪就加入了八路军 其中一部分土匪加入了国民党军队 抵抗日本 令人可恨的是 有一些土匪居然明目张胆地投靠了日军 助纣为虐 这一部分同日本人合作的土匪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 基本上便以汉奸为名 受到了清算 但是土匪头子李子奎就不一样了 他两面三刀 摇摆不定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我军对他可谓是一忍再忍 希望用和平的方式将这支队伍收编 同时国民党也是这样想的 李子奎贪图荣华富贵 认为共产党的武装过于清贫 他在这个队伍里捞不到一点的好处 于是在暗地里与国民党方面合作 在1949年 李子奎的人骂被国民党蒋介石政府 整编成了赞编第三纵队第一团 团长则是李子奎 同年6月 当我军大部队正在正面战场 同国民党军决战的时候 身为赞三纵队司令的刘锡成 看着国民党大势已去 便产生了弃暗投明的想法 他在领保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公开活动 希望带领手下的士兵 以起义的方式 加入人民解放军 可李子奎却没有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 他明面上答应了起义 却在暗地里召集了5000人 准备对领保县进行偷袭 从而打乱第三纵队向我军投降的计划 并打算用这件事向蒋介石邀功 众所周知 5000人马相当于一个正规军旅 所以这件事一出来就惊动了 驻扎在领保军区的司令员 认为这个罪魁祸首不能再留了 必须彻底除掉 一场针对李子奎的争角在所难免 解放军集结重兵 向李子奎所在的山头发起了正面进攻 领保地区被解放军成功解放时 臭名昭著的李子奎却逃跑了 所谓擒贼先擒王 所以首先必须先将李子奎逮捕 战士们在围剿李子奎时 人手一张照片 经过多方打听 得知李子奎逃回了老家马家寨 卢文焕得知消息后 便急忙赶往了马家寨 为了不惊动李子奎 卢文焕决定单枪匹马去抓他 他拿着枪支弹药 在李子奎的家乡马家寨四处巡视 结果在一个破旧的砖瓦窑中 看到了正在逃窜的李子奎 于是他迅速拔枪 用枪抵住了李子奎的腹部 但卢文焕动作刚结束 他就感觉自己的额头上 也有一个东西 原来 在卢文焕拿枪的时候 李子奎也反应过来 很快就掏出了枪 卢文焕直接说 你要是开枪我也开枪 我革命到头 你也直接玩玩 李子奎想用计转移卢文焕的视线 以此来拿下卢文焕 但卢文焕并不为所动 在确认了李子奎的身份之后 卢文焕将他带到了部队驻地 一举活捉了土匪头子李子奎 当地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卢文焕的大名也想撤了领保的家家户户 随后 卢文焕也因此被评委了特等功臣 而签发该家奖令的便是卢文焕的老上司 开国上将陈在道 1951年卢文焕就复原回家了 拒绝了政府给安排的工作 过起了以前的生活 从来不跟别人说自己立下的功劳 就这样 卢文焕老人功成身退 直至去世也没有像他的子女们 提及自己曾经的辉煌事迹 要不是子女们在收拾遗物的时候 偶然发现了这张尘封多年的奖状 恐怕老人就要将这个秘密带离人世间了 老英雄虽然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十年了 但他的精神在我们心中永远的扎下了根 他的精神永恒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